Danker,你雖然不缺Peace,也不缺Lab 但你长期做不值,肯定是缺Gay 李淡,你设计这个节目的原则是什么 是省钱吗 不办不是更省钱吗 你知道你们节目的评分跌得跟基金一样了吗 不然,王美男冠军你服吗 你不服 但你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再给你个机会打败王美 你要吗 你要 可是哪有这样的机会啊 李贝尔 十几年时间还不够多猫 你一个人耽误十几年 演艺圈这么多人 你是要耽误我们上下五千年猫 尖沙 你还没翻红猫 你知道你再不红我都要红了吗 张绍刚老师,其实我真的挺想采访你的 我今天就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张老师,你穿成这样开心吗 你的家人接受过你吗 你的家人知道你受尽侮辱却依然要带给别人开心吗 他们爱我 祝福你 江云生刚刚拼命想引起我的注意 其实我还是有点想采访他的 他在微博上说自己是当代哲学家 艺术家 战星家,塔罗家,预言家,风水家 这么多身份 你自己相信吗 你这么多家 你的家人接受过你吗 他们说要成为一个好rapper就要有态度 要刚 要real 这不就是我吗 说唱就这么简单吗 你气息这么不好也可以唱吗 你看我采访全是单压 抢了rapper的饭碗这样好吗 杨丽的脱口戏我特别喜欢 因为她说话很有分寸 特别是那段说垃圾的 但让我失望的是 后来她在微博上就突然不犀利了 怂了 杨丽 你怎么了 你是喜欢上男人了吗 你天天在节目上骂男人 你自己却偷偷喜欢上了男人 男人知道吗 我其实很想问汪东城 你们那个组合到底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 四个 你们曾经有两个队员来过吐槽大会 你们为什么要分开来 是因为不和吗 你想过如果你掉进水里的话 是他们谁推的吗 你没想过 因为你知道肯定会有人救你 我跟大张伟录过一档节目 他在台上说我 说我不结婚不谈恋爱是因为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 来了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感觉啊 是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吗 还是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呀 还是 是 真正的爱情就这样 那我确实没体验过 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张伟 待会儿我回答的时候 对 再访问访问 你们那个组合到底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吗 如果他们三个同时掉进水里 你还认得出来吗 你知道他们重组了却没有带你吗 所以你觉得这个feel倍儿爽吗 但可儿说 他现在已经能心平气和地跟盖 坐下来喝茶了 但是但可儿 盖现在还有时间喝你喝茶吗 算了 我不问你 我要留着问盖 这么好的问题别浪费了 我发现但可儿坐在这个舞台上 跟别人很不一样 他一直绷着脸 弯着腰 很酷 很rapper 就感觉欠了盖的钱 不打算还一样 内心充满了peace and love 但可儿 你虽然不缺peace 也不缺love 但你长期坐不直 肯定是缺盖 今天的主看李若彤 他当年演神雕侠女的时候特别入戏 深爱着杨过 后来在生活中 他跟一个富商谈恋爱 也特别入戏 这个富商是怎么打动你的 他很像杨过吗 也给你送鸟吗 李若彤在一个节目里居然还能穿上他17岁时的校服 身材保持得真好 作为一个中年女性我很疑惑 为什么中年女性要追求上女感 那你让少女追求什么呢 中年富商吗 富商了 李若彤现在一个人过得特别快乐 但他之前还是被无聊网友问 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李若彤说 这是我的人生又不是你的人生 要你管 也有无聊网友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说我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 大张伟 要你管 又被Q到 他们两个队派了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而我们队就派了一个人物访谈记者 我也不会拉票啊 我只会问问题 就看我能不能问死他们了 忽兰 妈妈也拿冠军女服吗 你不服 但你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再给你个机会 打败王免 你要吗 你要 可是哪有这样的机会啊 太难了 王免 你觉得冠军拿得实至名归吗 你要不要再上来证明自己一次呢 你不要 因为你证明不了 我们这个环节是吐槽别人对夸自己对 但我们这个队友什么值得夸的呢 就是自己人也不放过 我们队友四个脱口秀演员 没有一个上来拉票的 你们是怕输给忽兰和王免丢人吗 整队淘汰就不丢人了吗 还有李淡 你还来补刀我 就因为我当年没有跟你打招呼 你就记了我十年 我在你心里住了十年 大家可能不知道 马思纯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我和他妈妈是朋友 真的 马思纯 你知道我小时候还抱过你的 现在已经抱不动了吗 天啊 你知道你小时候些比现在好笑多了吗 这些问题你不用回答 这是一压一让你的 接下来我正式问你一些问题 马思纯 你又不懂脱口秀 为什么会喜欢呢 你是不是就喜欢自己看不懂的东西 你喜欢张爱玲 你看得懂吗 你喜欢文艺片 你看得懂吗 你喜欢忽兰 我们都看不懂 我还是很厉害 还是好 哪万我也看不懂 一个rapper 去参加女团选秀 为了迎合女团的标准 减重15斤 别人跟他说 你瘦了 他哭着说 有你这句话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哪万 你们女团选拔 用的是一杆秤吗 你们有成团 是因为你们有前九名瘦吗 好多女性为了实现穿衣自由 都在病态地减肥 因为女装的尺码 只有永远赶不上的S码 XS码 XXS码 连瘦死的骆驼 都比S码大 衣服越做越小 永远无法获得穿衣的自由 你让马思纯和我这样的大妈女性怎么办 像男人那样 无拘无束 快乐每一天吗 说说惨着这些快乐的运动员吧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群体 范志毅的前妻是空姐 周琪的老婆也是空姐 你们打球的怎么都喜欢找空姐啊 你们是上了飞机去想谈恋爱吗 对不起啊 空姐说 先生小桌板收一下 郭艾伦说 Yes I do 周琪说 Kahab too 什么意思呢 波兰语的我爱你 范志毅说 中国男男脸都不要了 听亏我没找 要不一锅断了 都说郭艾伦是靠他叔叔在篮球圈上位的 郭艾伦 我看你也挺喜欢上综艺的 要不要在这里认个书呢 叫一句李叔 就能拿个吐槽大会的冠军 李叔难道不比你输好吗 世界杯你们都敢输 还怕这个输吗 听说运动员脾气都很暴躁 但分有成绩的暴躁 和没有成绩的暴躁 郭艾伦 你觉得你是哪种暴躁 是打不进NBA的那种暴躁吗 听说你擅长三步上篮 是一步传球 二步冷静 三步上篮吗 他怎么那么烦心 那么烦心了 范之意 我对他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怕他打我 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 男男运动员 你们怎么那么爱上综艺呢 为什么范之意 年轻的时候不上综艺呢 是因为训练 耽误他上综艺了吗 不是 因为他那个年代 只有一个综艺 政大综艺 周琦曾代表中国男男 打进过NBA 周琦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代表中国男男吗 你左手拿着鸡蛋灌饼 右手牵着空姐 你代表的不是中国宅男吗 为什么你进了NBA 那么快就回来了 是因为展男不爱运动吗 今天来了很多男男的 女男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女男太优秀 没有槽点吗 我对篮球最大的疑问 其实不是这个 而是 篮球宝贝 为什么都是女生 无论男男还是女男 中场休息跳舞的时候 都是女啦啦队 女男比赛也挺累的 难道就不能整点男啦啦队 助助兴吗 好棒啊 助助兴 像杨明 周琦 郭艾伦这样的就很合适 长得帅 综艺感好 也不太会打球 帅 让他们跟着女篮挺好的 不然 他们还有什么办法 登上舞台呢 依阿姨 记得我从小就这么教你吗 在我依阿依阿学语的时候 就认识依阿姨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说话 但当时依阿姨也不怎么会说话 现在我会说话了 依阿姨你怎么还不会说话呢 我适合跟特别强的人 摆头 可马思纯啊 我真的拿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蠢蠢 你这两年太不容易了 你知道好多人都不舍得吐你吗 也不忍心吐你 别人不忍心吐 我就忍心吐你吗 你把阿姨当什么人了 阿姨虽然不会说话 但会做人啊 依阿姨 你是真的会做人吗 你采访的那么多人里 有人是你的朋友吗 里面倒是有不少是我的朋友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你的吗 他们拉了个群 你知道群吗 你在你们家的家庭群里吗 李老师加油 加油 马思纯 你那么多朋友 有哪个是真的呢 你把周冬宇当朋友 人家有时间跟你做朋友吗 他现在为什么不带你了 是带不动吗 七月与安生 你现在过得安生吗 哎呀呀 阿姨又着急了 又不会说话了 哎呀阿姨 你别着急 你着急还挑拨起 我跟东宇的关系了 你私下不是挺温柔的吗 我刚才在后台 还看到你发微信呢 宝贝 在干嘛 有没有想我 要不要吃饭饭 摸摸哒 这么可爱吗 你在干嘛呢 宝贝 你总说自己喜欢书 但你知道 书除了封面 它还有内容吗 你知道书除了可以用来拍照 还可以用来阅读吗 你知道书中不仅有颜如玉 还有忽如兰吗 你当然不知道 你光顾着看这个忽兰了 我光顾着看忽兰 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我觉得他人很善良 刚才我们还打招呼来着 叶阿姨 这么多年 有人跟你问过好吗 有人在乎你的冷暖吗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很多东西 都是因果呢 我真感觉就太悬疑偏偏 害怕吧 你每天要问这么多问题 你会不会想一下 自己可能也有心理问题啊 妈呀 这才是女人 我算什么女人 我想回家了 阿姨虽然不被人在乎 但阿姨挺在乎你的 你一个好好的演员 不应该去拿影后吗 怎么在这儿 争气吐槽大王了 乖 别想脱口秀 回去好好演戏 没事多看看中国南岚 阿姨祝你 像南岚那样 无拘无束 健康快乐每一天 你们都说 我的人设是没礼貌 我不过是问了一些 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问完有没有人回答我 这到底是谁没礼貌呢 我是一个深度人物访谈记者 深度访谈的目的 就是呈现人的复杂性 很多人说我是人设卸妆游 其实我从来没有拆过 别人的人设 只是有些人设根本立不住 我随便抛出一个问题 他就踏房了 没想到我第一个问题 就成了压垮他人设的 最后一个问题 这到底是问题的问题 还是人的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 让人笑不出来的好问题 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艺人总爱立一些 容易塌的人设呢 比如爱读书的 马思纯 有文化的 五条人 讨人厌的 张绍刚 这是人设的 哦不对 我觉得张老师 这个人设挺稳的 我分析了一下 现在的艺人人设 大致分两种 一种是完美人设 没有缺点 没有不良嗜好 也没有作品 还有一种是 比完美人设 更完美的人设 叫超人人设 比如光吃不胖的 代谢超人 十几天不睡觉的 精神超人 不谈恋爱 却朝很多CP的 百搭超人 你们这样赤裸裸的 追求名利 合适吗 都不学学超人 遮一下吗 在我看来 所谓人设 就是方便一人 推广自己 也方便粉丝追星 这其实是一种 偷懒行为 比如现在流行的 一种人设 人间清醒 什么都想通了 什么都看透了 在节目里 清醒得疯疯癫癫癫的 下了节目 前数得明明白白的 大张伟 我不是说你啊 喂 我没种 我没种过去 我说的是那个 爱喝酒的人间清醒 是我是我是 大家好 我是上一轮 被复活的 一粒镜 我很羞愧 我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被复活过 被复活的感觉 太丢人了 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 五条人吗 比赛到现在 你们看看台上留下的这几个人 还有曹电蒙 反反反复复 被吐槽多少遍了 李大 你设计这个节目的原则是什么 是省钱吗 不办不是更省钱吗 有道理啊 你知道你们节目的评分 跌得跟基金一样了吗 不可能 没有那么狠 而且 你以为这就到底了吗 厂上的人实在没有槽点了 就找些所谓的大魔王来 你们看看罗翔 他有什么槽点 精通法律 知道如何用合法的手段制裁你 李大 这是槽点吗 这是优点 也是你们笑过文化的痛点 另一个大魔王 奠定主播达斯玛 他有什么槽可吐的 他都活在虚拟世界里 你看他现在 表情呆滞目光空洞 你们让我问他什么呢 大司玛 你掉线了吗 就这个比赛 只有一位选手认真对待 忽兰 大家都在嘻嘻哈哈 只有忽兰 认真得跟备战奥运一样 输赢有那么重要吗 你难道没听罗翔老师说 荣誉是有限的 只有德行 才是永恒的吗 你听过 但你做不到 你永远要赢 永远那副德行 我上一场输给了马思纯 也确实是拿他没办法 他一边撒娇一边不讲礼貌 我能怎么办 没礼貌我比较擅长 撒娇我确实不行 我要是撒起娇来 那也太没礼貌了 五条人有首歌 叫问题出现 我再告诉大家 那么问题来了 五条人请听题 你们觉得自己是五条人 还是喜剧人 你们知道大众不停地复活 你们 只是为了看你们搞笑吗 你们能不能出一个 会员纯净版 冲会员去歌 把净华都去掉 只留下华中取宠的东西 吐槽大会也应该这样 冲会员 只留下大张伟 大家好 我是伊丽静 这是吐槽大会最后的决赛 不应该我们四个决赛选手 拼个尼斯我活吗 为什么要安排 六个无关的人穿插其中呢 就不怕我伤及无辜吗 你们不是已经知道 我杀疯了吗 你们还说我看提词器 你们以为提词器是在提醒我 怎么吐他们吗 No 提词器是在限制我只能这么吐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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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伤 我杀伤江老师 我杀伤江老师 虽然您已经被蔡明老师吐槽了二十年 但我还是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您觉得蔡老师幽默吗 他不是幽默 他不是幽默 他嘴损呢 还互动上呢 杀伤江老师 潘老师我的提问一般不需要回答 他就读点剧 他自己跟自己玩 您知道您的喜剧手法主要是个矮吗 这么多年 您有担心过自己长高吗 自然也 不用担心 科学研究表明 男子五十岁之后非但不会长高 而且还会变矮 恭喜您 您最矮了也变强了 听出今年您和蔡明老师的小品 终于被春晚淘汰了 我一开心就把元宵晚会看了 谁知道 元宵晚会播出了你们被淘汰的小品 我当时就想 这难道就是 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呢 对的 就这个意思 是的 今天来了个真正没礼貌的人 丁太生 有人说想看我采访他 你们真的是想看我采访他吗 还是想看 伊丽镜会不会把丁太生弄哭呢 我们不妨现在就试一试 丁太生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可以不看提词器直接骂你吗 乐平人是语言工作者 丁太生说话却毫不休失 都是怎么难听怎么来 他还说别人唱歌难听 你知不知道 你说的比人家唱的还难听 你不知道 因为你唱的比你说的更难听 丁太生 你试过用你的点评 你试过用你的点评 点评你的歌吗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听完自己的歌就说 你的音色和音质都挺一般的 包括你的flow 其实都太简单了 我虽然不会 但我觉得你这个太简单了 丁太生 听完自己的点评 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 是不是很想反驳 我在叫我做事吗 金沙 我采访过他 他说他很想翻红 为了翻红他不断上节目 参加了演员 姐姐 还有我的反谈节目 丁毅 现在还跟我上了同一个节目 金沙 你还没翻红吗 差不多了 你知道你再不红 我都要红了吗 金沙 金沙十几年来都在唱一首歌 被风吹过的夏天 金沙 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关注你了吗 他们都在关注 海天微信公众号 现在几分免费 零群两万袋海天火锅 爱他蜜火锅底料 你可能要问 这对你唱歌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但抢到就是赚到 没想到有一天 这样插播广告 是我站得太高了 是吗 我的天哪 感情啊 海译太大 李飞儿出道十几年 也没有什么作品 他最近在微博上说 给写一点时间 一定会让你爱不释手 李飞儿 十几年时间还不够多吗 还要再给你几个十几年呢 你一个人耽误十几年 演艺圈这么多人 你是要耽误我们 上下五千年吗 你们看 我直到现在 都没有吐槽我的三个对手 毕竟我们一起奋战的时期 已经培养出感情了 你们说 淘汰他们谁 我不会难过呢 淘汰谁我都不难过 我就是这样铁石心肠 给姐一点时间 一定会更加铁石心肠 谢谢大家 我是杀疯了的伊丽静 你好杨天真 你好伊丽静 你为什么想来帮我 是因为我打扮了你家艺人 马思纯吗 你的艺人被我打扮后 经纪人就亲自上场吗 那经纪人被我打扮后 在派谁来呢 我的妈呀 大姐 我是来帮你的 我来呢 是因为想要签你 因为我只签冠军 你把我的艺人都淘汰了 你又赔不起 所以呢 我只能签了你 你为什么想签我 是想利用我赚钱吗 不然呢 难道是因为我欣赏你吗 我欣赏你懂事 欣赏你有礼貌吗 你现在已经这么缺钱了吗 大妈女装卖得不好吗 我现在可以申请去帮别人吗 不可以 我找你来帮我 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帮到我了吗 没有 你给了我机会帮你吗 你已经狠到我帮不了你了 不管我帮不了你 老天爷都帮不了你 你以为这样我就不会再问你了吗 你要不然问问其他人吧 好的 我听话了 大张伟 我嗨又来了 你这一期讲过脱口秀吗 就让他talking 你知道你的表演里有 sing dancing jumping acting 就是没有talking 没听说的 王建国 我就不问你了 你知道你拿了冠军会失去什么吗 会失去亚军 你觉得好吗 你觉得好吗 好 哇 好了 又到你了 听说效果文化炒CP这事就是你教他们的 你知道这给我造成了多大影响吗 连张绍刚都要跟我炒CP 你放心 既然我要签你 自然就会把你处理好 张绍刚 拿好这一百万 吐槽热力值 请你 请你离我们家静静远一点 我呢 知道你是怕没热度可蹭 我给你一个选择 你可以来蹭我的热度 我马上呢 要办一个大马女孩的综艺 我要选一个大马女团 特别欢迎你来参加 来感受一下 找到一些服装的灵感 你确定你要签我吗 你难道不知道 我是没人管得了的一粒镜吗 在场的各位艺人朋友们 你们还想听到这样丧心病狂的问题吗 我想好了 我签了她以后呢 就推行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一粒镜付费采访 也就是付费给我 一粒镜就不会采访你 我合作就带来了 待会儿投票呢 让她拿冠军 我立马就签了她 你们不想看到一粒镜一签就安静吗 行 就马上投票 你以为你签了我 我就不会问你问题了吗 好 可以了 走吧 我们走吧 签约去 走 谢谢大家 我是一粒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